全球最后一只雄性北非白犀牛苏丹 去年因为健康恶化安乐死之后 结束了它在地球上生存的45年 而仅存的两只苏丹后代 因为都是雌性犀牛 不但没有办法自然受孕 而且也已经不具备生育能力 让延续北非白犀牛物种的保育工作一筹莫展 研究团队其实曾经设想 要把预先取出的北非白犀牛精子 植入雌性北非白犀牛的体内 不过却不成功 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尝试 延续北非白犀牛这个物种的工作 终于展露出了一线曙光 北非白犀牛走向灭绝的命运 终于有了新希望 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宣布 他们从两只雌性北非白犀牛身上所取出的卵子 已经在上个星期四成功守经 目前需要等待九天的时间 才能确认这些卵子是否已经形成胚胎 由于两只仅存的雌性北非白犀牛不适合怀孕 所以研究团队打算为他们寻找带领育母 如果这些受精卵真的能够成功孕育出胚胎的话 研究人员就会把胚胎转移到基因相近的南非白犀牛身上 让他们代替北非白犀牛怀孕 希望能够借此挽救这个物种 研究团队希望能够繁衍出至少五只北非白犀牛 让他们能够回归大自然生活 可是这个目标或许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杀害永远比保护来得更加容易 北非白犀牛的富裕工作 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